醫生跟哈瑪斯繼續在修正 卡特本土電視台的特派記者 在加薩政區現場連續時接到消息 說他的母子還有他的孫 因為醫生的空襲不形貴心 這個特派記者也很受興奮 說他如果還有一口氣 就會堅持記者的位 對醫生的行為不激勁 本土電視台加薩 修飾特派記者達度 旁邊有親友改菜 戶在貴心的驚孫 也會堅持的旁邊心情很悲傷 自從以色列經過 加薩地區面向南平派染料 達度的出來人就請到頂部 如在拉特南平牙 以後他們大的所在 是六空襲在過月都到來 消息團來後 達度站在其他所在 正經連三部都 是去堅持15個好心 7個15個跟18個大孫 達度的心情是很悲傷 五十三個達度是加薩人 當年本土電視台加薩地區的 彩虹主任 幾年來 幾乎加薩地區 這麼多重度加建宿 佈加薩民眾的困境 是中東地區 最有名的族群記者 以後重度以來 達度一直都留在加薩市 這邊空襲做成 以四位會親 連同五位親人失望 和加薩地區 民眾情緒很激動 哈馬斯主席說 以色列自十個 吹雪告之馬 對加薩的攻擊 已經做成七千人失望 以色列在25 連續向加薩地區 發動250個空襲 雖然以色列說 空襲是占對哈馬斯的 軍事歇息到地道 不過是團職 加薩地民心中的消息 本土電視台 透過聲明 對達度標的哀悼 也激動以色列行動 行動是沒有差別的攻擊 在幾乎前 以色列政府 也以本土電視台 報道不公平為理由 向歡迎宣稱 在以色列地区進步 恭喜新聞 張秀芬編劇 發動了 發動了